大家好,我今天玩的是一個最新手機遊戲 百萬年物語手遊 大家看一下 全新全新的恐龍手遊 又來了 大家最喜歡的恐龍 你可以選擇你的角色 非常不得了的恐龍手遊又來了 哇哈哈哈哈 喔天啊 這邊可以繼續完成 你可以選擇角色 或者是你要天天有命 那有角色之後你就會進行所謂的上陣 然後就繼續冒險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那這個就是一個掛機手遊 可以加速跟跳過 像這邊你可以一鍵加點一下 那完成之後再繼續升級 可以 裝備的穿帶 再挑戰一下BOSS 然後數克數一下 然後那裡就一直跳過 我又說錯欸 這邊可以抽一下扭蛋 天啊 你太好笑了吧 只要和你在一起 而且他的抽英雄機率也太高了吧 可以穿坐騎 哇 你可以穿坐騎 等一下你這邊就有一家點 裝備的 一件換裝 And的牆 這裡也一樣 在這一鍵的升級 在這一鍵的升級 輕鬆一下去 喔他的玩法就回合制 然後裝備速度非常快 好啊 你看這邊有一些通關獎 好這個就一個新手遊 哪有手鋤禮包啊 喔你看連手鋤做得那麼漂亮喔 真的太扯了 一件換裝再強化嗎 好帥喔 你看他有寵物啊 哇 太爽了吧 可以接血丸 你看也可以抓蟲 有一點傍咒 扣血之後輕血 就低血量即可待不 那玩法就這樣 非常的簡單 還不錯 丟結完 天啊這種時候推這種掛機手遊 就算一半 會讓他完全吃一根 好想像 那一時總算 說得不穩 有一天 有多多年